你從開始打太極的那一刻 你就開始調心 一定要靜定 萬年歸一年 我姓張 叫錦開 我是打了太極的隊友有20年 太極是一個陰、一個陽組成的 這兩條魚是一條黑色、一條白色 其中白色裡面有黑 黑色裡面有白 它是互相咬著尾巴 即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其中螺旋形代表事物發展變化 在300多年前 這個太極的發生就是 在湖南溫源陳家溝這個地方 太極最大的門派是有五大 五大流派 比如陳色、吾色、陽色、酸色、武色 五大流派 由起勢打到結束 你都只想這件事 第一個是調心 人要靜下來 由靜入定 於是萬年歸一年 即是沒有其他雜物 這樣就是調心 調心的意思 其實是通過呼吸 將空氣裡面有益的陽氣 變為我們人仔所需的 給力量你的從事 已經太極力了 調心 調心就是一種技術的操作 達到你的氣血能夠迎陰陽 調虛實行氣血 在鬆油緩慢的過程裡 它是走得比較自然一點 比如陳色的動作 可以幫助我 其實6時多張是醒了的 你用一張床做油腹 我們用手掌針勞弓穴 先初興它 先兩個勞弓穴 然後掩著肚臍 神缺穴 先逆時針 游五十下 再順時針 游五十下 這個便是游腹 打太極經樂月位 那些一定要看 一定要學 比如技術性的東西 你沒有科學的理論去支持它 指導它是缺少了很多東西 很奇怪 我們以前年輕人 那時候 注重技術 注重外表的表現 到現在的環境下 因為看得多 不斷衝緊自己 發覺 你要養生 真的要從內部 搞乾淨裡面 才可以談得上健康 因為看到我們在鍛鍊 似乎吸引了他們 他們覺得太極 或者真的可以鍛鍊到身體 保持健康 因為耳母戶友 其實完全沒有分彼此 不要說你師父 我和你不是這樣說 大家都是朋友 很多時候 大家互相傳遞 我種了些什麼 我給你種 我又種了些什麼 我給你種 某些東西是好的 比如南非葉 魚腥草 那些魚腥草 特別去栽種 那些魚腥草 很舒服 會產生很多 醫人梅所說的 雅健康 比如我們用多些時間 走路 或者上樓梯 入到屋 找一線 撥一下 開空橋等等 減少一下 那種享受 我們強調多些動動 特別是天天去打太極 更好 我曾經說過一句話 太極是我的第二生命 怎樣去理解第二生命呢 即是生命 你自己是要好好去愛護 去關注 如何去保護它 第二生命 你就可以分一半的精神時間 去關注這件事 去做這件事 我稱它為第二生命 詞曲 李宗盛 隨身 在藏 忌廟 感谢观看